县府新闻媒体联络群组里 出现了一张张 现议员蒋月会挂彩 衣服被扯破 以及医院验商单的照片 还有新闻稿说明 今天上午猜出过程 如何被原警粗暴对待 文中蒋月会对自己咬伤女警 表达歉意 但不忘痛批 县府无预警猜除抵触户 是流氓手段 自救会成员也跳出来力挺 这是女警 她去主动去拉扯 一员的脖子 去勾勒她的脖子 那一员为了要自卫 所以她用嘴巴去咬了 原警的手 不过县府有不同说法 秀出警方的搜证影片 被咬伤的女警 说明冲突经过 我们现场有救护人员 两位就是女性救护人员 先安抚她的情绪 那她还是很激动 先朝我我们搜证的学姐 头上无故的攻击 攻击之后我们当然就是叫她不要打人 那那个 之后大家还是围着她 因为她一直要冲往那个拆除的现场 那我们为了怕危险的话 就围着她不要让她过去 那她就突然朝我的右手臂咬了一下 然后我就大叫 她很自然的就 当然很痛啊 因为我咬痕还在 然后就把她抽离 就是然后之后就 不是去把她的那个衣服扯破的 县府发言人黄建佳说 讲阅会断章取义 企图用错误讯息误导社会大众 对于发生这样的冲突 表达遗憾并且谴责暴力 对于任何人 不管你是不是议员或任何的身份 对于我们基层的远警 在执行公权力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用暴力的方式对待 县政府这边表达遗憾 并且强力谴责这样子的行为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对于任何的执行的远警或公务人员 在执行法令的前提之下的时候 县政府绝对全力支持 在维护法治的前提之下 保障同人的安全 县府展现强硬态度 捍卫同人执行安全 而被咬伤的女警也说 与家人达成共事 将对奖院会提出伤害告诉 评论新闻材的华为德卫 采访报道 文字幕提供 李宗盛 建访宏 李宗盛